逆經 五經之恥 以陰陽交替 描述世間萬物 乾坤 八八六十四卦之兩極 乾為天 坤為地 了解乾坤知天地 家姓師傅 天傑 逆轉乾坤 我們現在先說黑仔夜 師傅 其實你自己會不會算到我今天很黑 或者我會避到 都會避到一些東西 不會算到很黑 因為通常我們都不算自己多 譬如 久不久會拿出來回顧一下自己的命盤 又算一下 應該是差不多時間要做些什麼 就會拿出來算一下 若然不是 平時基本上是不算多 因為經常計算 人生沒什麼人 通常我們是感覺到的 黑仔不黑仔呢 感覺到的 一來 先感覺到別人是黑不黑 可能我的客人 朋友找我一陣兩句 我看到是黑不黑 你看到 你看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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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多 例如 等一下我會說一些開運的報告 例如打電話上來 打電話上來問一下 例如給錢支持一下我們 是的 雖然說它是隨緣落座 你做得善事多或福音多 你黑極也有限 對呀 隨時看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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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接下來看起來看了什麼看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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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事業的方向 你先說一些人生大道理 不是的 人生大道理基本上你上網隨便搜尋都找到 實際上我們是如何幫助你得益或者運籌遺憾 直接一點 因為太抽象就不是我們追求 直接教你哪一宗生意或者找哪一個人去做 譬如你是旺男貴人的 你就是找你的年紀大一點的男性去找資源 他會給你一些單 射給你 每個人不同 要看命盤才能看到 所以如果最近比較黑的人 或者是前途不明朗 想預約的話 譬如師傅 未必會說到黑仔那邊 可能已經看到 你不用看了 你只是說這件事 我已經告訴你 原來你可能突然之間會有這樣的東西出現 師傅就查到 如果你想在生意方面 就直接告訴你 你應該是怎樣做 你向東閒 無緣無故撞賣店舖 你就買那間店舖了 或者你進入那間店舖 你會遇到什麼 師傅會給你這個方向 而遇到什麼 其實我不相信那個卦會說 你會遇到一個36歲的女人 不會這麼特別的 不會這麼特色一個歲數 但是大概身份 年紀也有一點端是看得到 這個我也很純粹 因為曾經有一個故事 曾經有些師傅跟他說 他說我找不到這件事 也是一樣找不到 找不到有個電話號碼 那時候要找一個電話號碼 你知道每間店舖的電話號碼 配合的都不同的 然後那個師傅說 很簡單 我說我看不到什麼 你向東北走 然後向東北 即是哪裡呢 就要看看指南針 去到東北 可能真的有一間電訊公司 然後進去就找到你要的號碼 有時候是這麼神奇的 有時候就是這麼神奇的 一看他沒有說什麼 又不知道他沒有說到哪個地方 哪個店舖 你就向那邊走 我就覺得有時候 誤到你不相信 有些東西 這些就是指點迷津 這樣就找到了 有時候是這樣的 譬如你好運的時候 自然有人發現你 譬如你小時候有沒有被媽媽捉 總之你在門口等我 我進去買樓彩 你的樣子看起來就像是OK了 兒子 有這些東西 但你在門口等 這些經歷我也有 通常那個保安就是在看著我 有沒有走進去 保安真的看著你 什麼走進去 救我走進去 是不是走進去 是啊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還有一些其他方法 主要來說 為什麼想介紹這些方法 因為近來我覺得 社會的感覺好像差一點 一來又是大辦法 千說萬說 真的猜不到 上次子宇提醒我 風頭 風打不成 對 但那時候關於做節目 已經沒有理會了 但這次不是 打不成之後 幾何圖形 哇 確診數字 八十多人在那裡上 我們上個星期還是很少 不知道是十多人 對 這個星期發生了很多 沒辦法 跳舞群組這件事太親密 太厲害了 太強了 現在最新的金句是 EeEe我不想做 我不想努力 我不想努力 他變成一個不想努力群組 但是我覺得真的不是人人做到 我看完圖或照片之後 就算很不想努力 我也真的過不了自己的關 可能我真的要努力一點 所以要幫你催谷一下桃花魂 我要努力一點 待會我們想辦法 這個疫情或各樣東西 都直捲全球 既然是這樣 全球都發生了很多事 例如昨天 有一個很有名的人 離開了地球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識 馬拉多娜你認識 那時候是世界盃的時候 有首主題曲 全城都知道 很多首 有一首 那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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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馬拉多娜 那一期 那一期 想不到你 我以為你很小 可能年紀輕的觀眾是不認識的 馬拉多娜有什麼厲害 其實踢球很厲害 沒錯 真的厲害 我覺得很可惜 那現在那些人說美斯很厲害 那當年他比美斯厲害 現在很多 為什麼要找美斯跟他一起避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阿根廷 阿根廷是一個一代球王 差不多 是的 其實我不是踢球的 但世界盃怎麼都會看一看 而當時他帶領阿根廷贏 全世界盃 拿著雷米金盃 那時候我覺得這個人 劇到出神日化 你不會看也好 你也覺得這個人這麼厲害 那戲劇感很厲害 中場帶到他前一個人 扭過10個人 最後扭過龍門11個人 搞定 這是他才能做到的 那他最為人尊尊樂道就是上帝之手 上帝之手如果大家不知道是怎麼來 現在這個年紀的歲數 不知道什麼叫上帝之手 就是由他來的 但踢球為什麼會關手事呢 就是因為這個上帝之手 只有上帝看到他用手 全世界都看到他用腳踢入 有一點點諷刺 但是這個世界就是 你不理你入了 你贏了那個就是你了 這可能是運 是啊 這個沒辦法 有人走運上來 就是你講一句說話 明明是說錯的 人家聽起來 感受是很適合 還覺得你是說對的 這個觀點角度是很神奇很軟妙的 那阿多娜就是發生了這件事 因為原因是想說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突然帶起他 就是因為我覺得今年好像 除了因為疫情而死了 這麼多人之外 今年是有很多名人去世 我們剛剛才說完 好像有很多名人走了 例如剛剛走了的 除了麥當娜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新開納妮 新開納妮 新開納妮 大家也是知道的 第一代是007 好帥 你看看有型的 到老都是有型的 有一張照片就是踩單車的 就是老西踩單車 那張照片你真的覺得 那種味道都跳出來 我能夠去到80幾90歲 都仍然這麼有型 踩單車我死而無憾 無憾 真的無憾 踩了很多單車已經好 踩單車還要這麼有型 還要這麼有型 真的無憾 對 以我們所認識的他 是2007 之後他拍了很多好戲 《The Rock》 都是很可惜的 今年也是離開了 因為今年 其實之前也有提過一點 但再跟大家講講 總之未來2021年 或者現在開始 到2021年整年 那些病毒也好 各樣的意外事情也好 其實主要都是攻擊男性長輩 又或者是身份很高 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們一來比較黑仔 有些嚴重一點 譬如上舖 60歲過後 就要小心保養他的身體 真的有些不好的事 我們都不想他發生 但卻軟識一點 所以特別要提示 上次Kinki好像說過 再重複一點 就是如果有大肚腩的女性 肥胖女性 又或者做藝術工作者的女性 都是在這兩個月開始 都是差的 容易出事 小心各樣 我覺得這樣 這個就很有趣 玄學上飛星 又或者真的運動 開始來 特別攻擊某些人 所以很想大家 今天就要介紹大家 一個很好的方法 可以很快地提升運氣 例如是什麼 這麼厲害 例如提升運氣 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很有趣 一來有人說 如果你的人刻起來 你講一句話 講得很好 都沒有用 打一個故事的譬如 有人教我的 就是 黃飛鴻叫你看四仔 什麼 黃飛鴻叫你看四仔 但是 鐵頭語 石堅叫你賣旗 很搞笑 意思就是說 若然你的人做得好事多 好像黃飛鴻 在我們的年代代代表正義 教會 家長式教導的人 若然他叫你看四仔 你覺得這個人有些教育意義 但是石堅突然是壞蛋角色 叫你賣旗 你覺得石堅應該也有陰謀 有陰謀想做這份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你的人一直做好事 好的運氣就會到 但是同樣地我們每個人生有些選擇 我們重新選擇 譬如我今天就做好事 或者我今晚就有些改變 明天我要做些什麼 開頭的時候 可能有些痛 突然間有一個壞蛋變回 做一個好人 其實宇宙又好 磁場也很難適應 我們有一個方法 可以很快令運氣提升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叫做沖花水涼 沖花水涼 大露背這樣沖 大露背很開心 但是沖花水涼雖然很多人說過 但是沒有什麼人知道原理是怎樣 或者作用是怎樣才有功效 通常我們女生去SPA 有些玫瑰花瓣 就是花肉 有什麼用的 也是的 首先我開心了 皮膚又漂亮了 對呀 對於雲勢方面 其實是這樣的 為什麼要用花呢 因為花是由泥土而來 土生長的種子破開就變成花 實際上花吸收了很多泥土的精華 天地靈氣 五行裡面的土 土是屬於孕育的東西 它引用出來帶著一股很強的能量 生命力 生命力 而且花其實要做光合作用 即是它是吸收陽光 然後做到一朵花出來 我們就叫它吸收日月精華 其實就是吸收光合作用 其實也是理解成日月精華 西方的說法 這個其實是道家中國傳統的 光合作用 日月精華 光合作用是後期 是後期發現的 人們就發現 若然我吸收了這些詞長 我的人就會變好 而且花一直以來 其實在很多宗教儀式上 都有共花這些東西 這是正氣的東西 正氣和是代表一個尊榮 一個榮耀 所以沖花糧 很多時候可以提升到你的正能量 即馬上即時提升 馬上即時提升 通常怎樣沖呢 沖之前 有上的 不用說 這是很好示範 這個很好示範 家裡沒有浴缸怎麼辦 沒有浴缸有辦法解決 通常沖花水能之外 其實是吸收的 先前要先去煤氣 即是先去煤氣 先去煤氣 先去煤氣 通常去煤氣 正常 有葉 又或者黃皮葉 又或者扁拍 也可以 富翁 如果你身頭上什麼都沒有 如果今晚看完節目想做 簡單一點 加點鹽 粗鹽 粗鹽 醃一下自己 洗一下自己 過得回 因為沖的時候是可以過的 如果用鹵粗鹽 退除這個衰氣 是可以的 因為在日本 現在日本還有一些風水師 是殺鹽的 什麼 趕鬼 殺鹽趕鬼 是講雲氣酒 講雲氣酒 也是殺鹽的 今晚都可以做 譬如平時我們這樣 要買七種不同顏色的花 很難 七色花 要鮮花 要新鮮花 如果簡單一點 七色花可以選擇 可以嗎 七色花可以選擇 沒問題 沒問題 這樣就對了 龍宿版 龍宿版 這個 這個是可以賣的 不能賣我事 但是賣廣告有 因為剛剛師傅所說的 我們突然覺得公司是可以賣的 好像買了一個大型廣告 我看到除了花鹽之外 還有這個 浴鹽 浴鹽 浴鹽厲害 這個真的用來洗澡 真的用來洗澡 還有 剛剛也沒有說 原來剛剛的四種葉 扁拍 柚葉 我們又新出的叫做四葉水 突然變成大型廣告 四葉水我自己有買來用 因為很多時候做我們這個行業 要到處去一些地方打螺間 即是我們開一個螺間 看看那些地磁場 各樣看風水 有時候我們都會有些不舒服的 即是我們開完螺間會頭暈的 有些去到一些磁場很差的地方 我們上車之前 我都會擺平一枝噴一下頭 噴一下臉 噴一下臉 醒一下神 因為我們公司開始賣了 我也有做一個研究的 那我就覺得原來 原因就是因為古時 就是柚葉和黃皮葉 黃皮葉 它有濃烈的香味 原來濃烈的香味 是可以去除那些 那些 骯髒的東西 即是辟邪 辟邪 而其中有一個叫做芙蓉葉 就是可以幫你治病 因為古時病和邪 是等於同一件事 即是你病了 相關的東西叫風邪 屬於病是屬於邪的一種 所以四葉水裡 為什麼要加上芙蓉葉呢 因為醫病也是驅邪的一種 但是師傅 我小時候見到 我家人用那些有葉水 又說要用滾水滷下去 對 要煲一煲 煲完出來的水 應該是有一點綠色的 對 這樣就合格 如果冬水不行 就這樣放葉子下去 沒有什麼效果 或者差很遠 我們的說法就是 要拿去精華碎取 你們可以回去試試 如果這樣用滾水滷 洗完之後 如果花糧沖七色花 花板就要先用熱水 摘完去浸泡 暖暖的水 記住一定要有八核花 還有不可以曲折 最好 一邊 淋 不可以 拍照 你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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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邊 一邊 兩邊